这个电竞房我已经竣工两年左右了 期间填补了很多好物 也有长时间使用的一些小东西 今天就做一个分享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落地洞洞板 它的数项收纳可以说是解决了 我桌面乱堆乱放的根本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不错的展示平台 配合上网上买的USB小射灯 只需要用无痕胶粘上就可以随意摆动 营造出来点光源 然后是指向收纳 普通的盒子确实没有设计感 我买的这几款指向收纳 大小完全适配我的洞洞板架子 整体三个一样的配一个壮色 摆在上面既可以装饰 也可以收纳一些日常不用的小物件 来到我的主工作区 顶上我用的是自带系统的 三星Smart Monitor的显示器 平时上面手机直接投屏 而且自家的Tizen系统 基本怎么用也不卡 自动连接上我桌面的这款 画笔蓝牙艺术印象 工作于了两不误 然后是我自己改造的显示器增高价 因为我桌子是1米6×80的 其实你想要买一个这么宽满配的置物价 可选的余地不是特别多 而且木头也太贵太沉 我买了三个小的这种连在一起 下面的灯带直接给它一沾 平时也不移动 所以没有任何问题 最重要的是非常便宜 它依旧是把垂直收纳做到极致 这样桌面的空间又可以说是多了一些 然后是这个米家的无线开关 可以默认单机双机 以及长按三个逻辑 配合上直灯开关 可以让我的工作室 变成各种各样的工作状态 开启不同的光源 满足我的日常拍摄需求 最后是我最近换了一把电竞椅 这个算是电竞椅的最终形态了 目前身边上很火的奥峰M6 Pro 很多游戏大师和主播的同款游戏装备 这次的腰拖是在上一代 奥峰M6上做的大升级 新增了一个按摩功能 就是在腰拖里面放置了两个高频马达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体积量 顶多算是那种噱头 撑死皮动热不动 但是因为腰拖的四项无极调节 支持前后10mm上下50mm的调节 无论什么样的身材体型 都可以让整个腰部完全贴合 当贴合度越高 这种全权到入的感觉反而就出来了 打完游戏做着按摩放松一会儿 简直不要太安逸了 这次做一点跟上一代一样 配备了空调坐舱 在内部加上了双风扇通道 以及石墨烯的加热 你真的很难想象在这个炎炎夏季 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再也不会下盘是热了 配合上这个打满小孔的超柔呼吸皮 真的是量感十足 而且风量有三档调节 可以达到每分钟71.8立方厘米的大风量 而加热也是同样三档采用石墨烯加热 由于50度最高的温度 以及离67%的加热效率 本体自带USB可以插充电宝 座椅后方也有充纳带的位置 当然为了长久续航建议还是插电使用 这里提一个小建议 就是USB的线再长一点就好了 这次的3D护颈充能阵 上下10毫米前后32毫米都可以调整 最重要的是60度的侧翼还能弯折 配合不同身高的人 无论是你正坐 还是抽出腿脱 配合160度的后仰 都可以牢牢的冲住你的脖子 两面一就是奥风常见的6D机械臂 这次的面积增快了70% 上下40度折叠 内外70度旋转 所谓真正的电竞 可不只是只有PC 手游 掌机 手柄 主机 这都是一个电竞生态 拥有这套6D机械臂 确实可以让你在任何游戏场景被呵护 同样也根据不同的身高 做了上下8厘米前后3厘米左右 2厘米的升降移动 可以放心完全推进你的升降桌 这次平躺依旧是160度 加上曲面的腿脱 更加舒适的腰颈支撑 让我在电竞椅上找到了人体工学椅的影子 可以说是一个能让我在夏天 不管是工作还是娱乐 都能长久持续输出的一款产品 作为一名设计师 后面我的小屋也会不断的改造 我也会定时分享日常使用的好物件 最后感谢能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人活屋 哪怕只是一点点 这里是帅羊 我们下期再见